Hello, 我是Vincent Hello, 我是Grissy 今天我們在哪裡? Liverpool Liverpool, 大家看到後面寫著什麼字? 是The Beatles 我們現在在利物浦 很多香港的觀眾叫我們介紹利物浦的屋子 以及環境 我們這次就來到利物浦這裡 來這裡介紹 樓盤 是Affordable 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希望你們大家喜歡 介紹Petals比較多 大家都知道 原產地是利物浦 我們就在這裡拍了 現在立刻去片 未去片之前 很希望大家 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可以看我們的廣告 因為廣告對我們這個頻道的營運 是一種鼓勵 還有一種好好的幫助 很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不介意看廣告 不過你們可以去洗手間 沖杯咖啡 拿瓶可樂喝 遊得廣告 這個頻道對我們很有幫助 好, 現在我們就立刻去片 好, 現在我們都可以在這裡 會看到 好, 現在我們在這裡 那裏 李密浦球場 是啊 是 安平 大家在香港 很多球迷都知道 李密浦是英國裏面 其中一個最厲害的球隊 相信香港很多粉絲都是這個 這個 這是日寶的球迷 我們現在身處在這個球場 我帶大家隨便看看 我不是真的超級球迷 不過我帶大家看看這個 Stadium 裡面有一個Stadium Tour 你可以付錢進去參觀裡面的球場 不是很貴的 不過我這次就不會進去參觀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不過大家可以下次來參觀這個球場 順便進去看看 那裏有得賣紀念品 可以去那裏看看有沒有適合你 可以買少許紀念品回香港 利物浦曾經在UEFA Champions League 2019年裡面贏過巴塞龍拿球隊 然後進入總決賽 而贏了二次球隊 而贏了UEFA Champions League總冠軍 是非常之威衰 他們就是披頭四 從利物浦的Liverpool John Lennon Ringo Starr George Harrison 這個是Paul McCartney The Beatles 我們終於到了Cavion Club 以前披頭四未成名之前 經常來這裡不放 但他關了門 沒有開門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沒有開門 要不然我們進去幫襯 喝杯東西 很可憐 不然我很想進去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酒吧 上高有些畫 Crissey 是什麼 是披頭四的畫 是漫畫化的 對 我懂得分誰打誰 我們現在到了C頭四 我們現在到了C頭四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員 John Lennon 是這間屋 他小時候曾經在這裡住過 小時候 未成名之前在這裡住 對 未成名之前 OK 那麼 後面那座建築物 他小時候就在這裡住過 他現在是二級的 Grade 2 listed building 對 受保護的建築物 是二級 即是外殼不能改 外圍不能加建 不可以做擴建 但裡面的小裝修是可以的 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們在網上 Sooter和Rymov 都可以查到 這間屋是大概 多少錢 多少錢 三百幾千至四百兩千左右 對 這個是股價而已 對 這裡也挺有趣的 這裡可以進去參觀 不過是要預約的 正不正 這裏Alber Dock 好正 是吧 今天挺好天 超正 酒吧 好多人在這裡 今天好好天 你看我穿到短袖衣服 都不冷 不會縮下縮下 今天是星期一 他們明天都不開 星期二 環繞著Alber Dock 這個範圍裡面 是很多酒吧 和餐廳 如果大家來到這裡 不妨在這裡 喝東西吃東西 環境氣氛都挺正的 好可愛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Tate Liverpool 是屬於藝術展覽的一個場地 Alber Dock 今天我們又不是吃泰 又不是吃Fish and Chips 又不是吃Burger 又不是吃Pizza 那我們今天吃什麼呢 我們今天吃西班牙 我們點了Sangria 那些餐具 它就有個罐子套著了 都看起來挺衛生 好可愛 因為我們今天是吃西班牙的東西 我們的Seafood Paella到了 對呀 西班牙海鮮炒飯 好正呀 大家看不見 好帥仔 真的是 這個是Muscles 青厚 青厚 我的Iberical 5J German De Bluta 這個是Calamari 炸魷魚 這個Starter 其中之一 有橄欖 是Mixed Olives 好了 我們不客氣了 現在吃東西了 我們不客氣了 要吃東西了 買單總共吃了102.70磅 我們吃西班牙 這頓飯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這個是另類選擇 我們現在是Liverpool Cathedral 它是全英國最大的Cathedra 我們今天來這個Liverpool Cathedral 是不用錢的免費入場的 真是正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這裡戴了一口罩 Liverpool Cathedral 利物浦大教堂 是由1904年開始建築 至1978年完成 這座大教堂的建築師 Giles Gilbert Scott 他另外一個最出名的設計 就是英國的紅色電話亭 就在後面 這座建築很漂亮 超美 是很宏偉的 這座建築 歷史悠久 而且我很喜歡這些建築 這些architects 很舊的建築 很宏偉 有點像羅馬那些建築 我不知道 但它的樣子很像 那些設計很像 但真的很漂亮 這建築物 我很喜歡看這些 這是Letson Look Express的地址 在英國其他城市 都有旅遊巴 是來到這個站 利物浦這個站 剛才我們看到有倫敦 我看到也有曼城 曼城 曼城的收穫 旅遊巴 可以來到這裡 在Permington 我也看到有 這裏就是Letson Look Express 買票的地方 大家記得買票 在對面這個站 這就是那個地址 對面就是買票的 前面這個就是利物浦的火車站 我們現在在利物浦的唐人街 對,就是這裏 對 利物浦的唐人街 是比較小的 不是說很大 我們不會在這裏吃東西 不過拍給大家看看 這裏有一間華人超市 離開那個利物浦唐人街 只走兩三分鐘就到了 連場所見 這座建築是整隻船 這樣 這一部分就像船頭 拉遠一點 整隻船的設計 OK 掃過來這邊 這裏叫Liverpool 1 對了 這個地區就叫做Liverpool 1 有很多餐廳 咖啡店在這裏 Liverpool 1 你覺得怎樣 都幾多東西看 這裏 有很多購物 還有上班有東西吃 是啊 我見到這裏 是很多東西買的 大家基本上 在倫敦 百貨公司 不是名牌的東西 都是這裏可以買到 中價的東西來的 但是很齊全的 多齊全啊 這裏 有很多咖啡店 酒吧都很多的 剛才我們經過 就見到一些商場那裏 那些店舖 是沒有人幫襯的 接近 那間店舖很大間 但是裏面是沒有人的 只有員工在這裏 那間店舖很大間 但是只有 你見到一幾丁人在這裏 做事的 我相信都是跟疫情有關 他們是做折的 這個時候我見到 很多賣衣服的 都是做折的 但是大家必須要明白一件事 因為Online Shopping 網購的 是直接打擊了這個店舖的生意 即是實體店的生意是很冷清的 曼城和利物浦都有這個情況出現 倫敦也是一樣 現在每個人都喜歡網購的 不需要實體店 因此生意方面就很冷清 利物浦的建築物真是頗有特色的 頗漂亮的 整條街的建築物 大家看到嗎 是有修緝過的 他們完全是保持到 原本的樣子 全部有修緝的 很試正的 很古舊的建築 大家都見到 是不是 都很漂亮 旁邊這條 只隔一條街 這一個呢 這座建築物是新速速的 這座建築物很漂亮 你看看 這個建築物很尖不甩的 這座建築物 拍到整隻船 好像船的前面 那些設計很漂亮 那些設計 利物浦建築物的設計很漂亮 新和舊 是一條街之隔 它保留了又有時代感 也有一種古舊的建築感覺 它兩樣東西可以共存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Museum of Liverpool 黑色玻璃幕牆的建築物 你看看 旁邊 整隻船的側面 遠處這一個 又好像一隻船 尖的 傾斜 好像一隻船的側面 這個建築物 這裏 利物浦那些 摩登建築都很特別 都好像用船一個形式 去設計出來 很有特色的 這裏又有一隻船 它好像作為展覽 很特別的 以前利物浦這裏是造船工藝 一個市鎮 旁邊這裏有個Museum 好了 我們到了離開利物浦的市中心 大約十分鐘的車程度 開車的 開車來到這裏 就叫做 Liverpool Meat and Fish Market 都很大的這裏 我進去拍下給大家看 這裏的魚是很新鮮的 大家都見到 它有龍蝦 還有它們的魚 是每天新鮮 才運到Fish Market 各式其式 還有它是可以 屬於批發形式的賣給你 或者你來買菜 都可以的 它旁邊有座建築物 是Local Butcher 有豬、有牛、有羊、有雞肉 是很新鮮的 我見到 這個是利物浦的Victoria Gallery Museum 很雲偉 這個建築 很美 非常雲偉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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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建築 這座建築物附近 亦屬於利物浦大學的校園區 這座建築物附近 古色古香 這座建築物很美 很舊的 你看到都是有修緝的 下面都是 廚房租的 沒辦法 疫情關係 很多吉兔 這座建築物很古色古香 鏡頭一轉 這座建築物 這座建築物 我剛才從這座建築物 鏡頭一轉 這座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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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建築物是一間銀行 它有百多年歷史 正確來說 我不是很清楚它的年份 但是超過一百年 這座建築物是一間銀行 Halifest 現在是變了公室 這座建築物 我網上看過 它有九百多年 那座建築物 是有九百多年 是由2004年開始到現在 有九百多年 它是有兩房一廳 有studio 又有one bedroom 即是一房一廳 和兩房一廳 是有供應的 現在好像是有得賣 不過詳細情形 大家自己在網上找找資料 下面有一間餐廳 樓上的住人 今天我們在利物浦 城市市中心 我們留意到 真的有很多醉酒佬 還要是日光日白 對 日光日白 很多醉酒佬 其實它的醉酒佬 數目的程度 我覺得拍得住萬成 沒有辦法 這裏可能是太客氣 所以有些人 比較淤酒 他們淤酒的程度 是有年輕化 我今天看到很多醉酒佬 其實三十多歲 這件事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如果想著大家 香港過來生活 你會有心地準備 見到很多醉酒佬 還有會問你拿錢 對 他真的問我們拿錢 不過我們說沒有 沒有 他們就沒有進一步 即是沒有進一步 Tinson覺得利物浦怎樣 利物浦呢 剛剛香港人住 其實我們觀察了 有兩天左右 我們作為一個旅遊客的身份 我們不是住利物浦 只不過在這兩天裏 我們盡量去觀察 衣食住行那方面 是否適合香港人住的 其實我們就覺得 都是適合香港人住的 的確這裡是有香港人住的 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衣食住行最重要是方便 其實利物浦這裡也挺方便的 他購物浦有購物浦 你又有華人超市 他又有英超 交通方面最重要是駕駛 駛駛是必須要的 還有他們有巴士的 基本上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衣食住行 學校方面是OK的 你不要太高要求 在學校方面 但是它是 Outstanding School 它是有的 但是不算很多 因為我們網上 做了少許資料搜集的 是嗎 是的 它有Outstanding School 它也有Good School 可能沒有其他城市 可能沒有倫敦 或者萬聖那麼多 但是它是有的 是的 利物浦有大學的 我們就覺得總括來說 利物浦是挺適合香港人住的 很大的優勢 他們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肥費很輕 在利物浦 我發現他們的樓價是便宜很多 比在倫敦便宜一半 而且它是比萬聖 在樓價方面便宜 如果他們的預算 不是很大 即是他們想來到這裡 輕輕鬆鬆的話 隨便兩夫妻 有份正當的職業 基本上養一家四口 都不是問題的 是很輕鬆的 比例如倫敦 你會發覺 這裡的人是比較放鬆 沒有倫敦的人 做事那麼搶 可能開支 東西都便宜很多 這裡的人是很舒服 而且很友善 而且有很多笑容 是的 我真的覺得這裡的人 是很輕鬆的 相反 我們在倫敦工作 你很重要 一天做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你才足夠的 但這裡不是的 它下班便下班 理你都傻的 所以總括來說 我們覺得利物浦 是很適合香港人住的 最重要你有一份工作 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找到一份工作 你就算拿最低工資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屋價是很便宜的 就變得比在倫敦的生活 差很遠的 真的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一個Like 和Share我們這條影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 還有記得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 因為你會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的通知 很感謝大家收看 好了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下一集《利物浦》 我們會講中學和小學區附近的樓盤 大部分都是百多萬港幣已經有交易 會介紹利物浦曾經被遺棄的一條街 下一集我們再見 沒問題 對吧 嗎 一ら 明天 快點 不知道 多萬港幣